OK那么基础概念都跟我们这个FreeSpot 就是说自由聚光灯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先打叉 那我们来练习看看 如果说你回到上市图 LT按Z按W 快速键 然后到上市图这里来把它放大 OK像这样 那么以前面这个当基准 前面这一组沙发跟茶几当基准 你到这个创造面板Create 然后选择这个Lighter 那选了Standard 这都没问题 我们直接执行这个FreeDirect OK就是这个自由的平行光 平行灯光 你就点它 它类似像一个桶状的这个桶灯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现在这个指定位置 我现在指定的是这个适当位置中央 按左键 因为我们从上市图打对不对 那跟我们这个之前的概念是一样 它就由上往下照 可是你注意 在上市图打的时候 你现在点它对不对 按左键 它一定会停在地上 因为它的高度等于0 你知道吗 所以你必须到前视图 再移到一个适当的高度的位置 不然它等下打不出灯光的强度 好 那你做一个就好了 你不要一直按 你只按你看左键 左键 左键 是不是就一直创造 OK 右键解说明明 你现在过滤器打开灯的情况之下 你把它选起来 是不会选到沙发的 好 把它删掉按提起的键 也就是说 你左键按一次就可以了 好 我现在回到这个前视图 LT按这按W OK 然后选这里 L的键按W把它放大 来选这个箭头点这里 就这个direct line 有没有 突然你把它拉到上面去 那么跟之前的概念是一样的 突然你大概拉到300好了 就那个天花板高度的感觉 300先给它大约300公分 按enter OK 就说你到逆轴这个地方打300 它就调上去了 OK 那这一段到这一段的距离呢 我们可以标出来 就等于300 300公分的单位 好 那它的概念跟Spotline是一样的感觉 所以您看一下这里一块 大家知道看到这个范围吗 所以范围这一段是什么 最强的范围吗 OK 就起始范围 然后这一段是衰减的范围 这一段是衰减的范围 就是说这是STAR OK 好 起始的范围 然后在END就衰减的范围 这跟我们之前的概念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这个桶状的方式 去做衰减 这一路这样下去 OK 所以它会从这里慢慢的衰减到外围 看到吗 这样衰减到外围 所以这侧面都是一样的 因此呢 在这个圆的外部呢 就全部都是黑的 OK 好 那我们来试看看 来现在给它那个算图 稍微算图渲染 按这个rending 看到吗 它的这一段局部看到而已 OK 好 那我们先调一下 因为它会记忆最后的一个灯的强度 OK 那我们之前是四个spotlight 所以有把它降落 那我们现在一个 所以你选这个灯光 同意执行modify面板 执行modify面板 按这里modify 好 所以说你先把它当成spotlight来调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spotlight要先调什么 首先呢 先看一下那个general parameter 第一个按就是开关 一定要勾 那执行 OK 那目标先不要做 因为目标等一下再讲 那目标跟这个我们target spot是一样的 同意我们现在shadow打开 有阴影的shadow 然后直接执行 shadowmap 我们用这个 OK 好 接下来你既然是shadowmap的话 你的shadowmap parameter就是我们这个阴影参数的这个阴影贴图的参数呢 这一段呢 同意我们把加号给它打开 然后呢 这个地方一样设定1500对1500 你看它会记忆之前的动作 所以就就是确认一下而已啊 同意再回到那个intensity 所以就所谓的这个强度color 就是intensity color and attenation 就是那个强度跟颜色跟它的衰减的设定面板 你把它打开 同意我们看到现在是0.05 非常弱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回到1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支嘛 就只有一个这个这个free direct light 对不对 就一个灯光 所以你就打1按enter 就100%强度 OK 好 那现在我再给它算一次看看渲染 按这个渲染 按它 我们稍微放大一点 同意给它渲染 那你发现了它的亮度出来 可是范围依旧是这样嘛 OK 好 那我们范围先给它涵盖整个沙发的范围 OK 所以你要怎么做 同意 你直接执行哪一个 同意就直接执行这个 这里啊 我们刚刚这个已经搞定了嘛 这做出来了 好 接下来呢 你去执行这个下面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这个far and atten 就是说这个远衰减的部分 远衰减的部分 好 同意现在把它拉开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执行 你给它use打开 好 刚刚讲过star嘛 那star我们还是保持为0 保持为0知道吗 OK 好 那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就开始衰减 我们是1嘛 就1 然后1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往下慢慢的递减 慢慢的递减 所以跟我们这个 来回到前置图 跟我们这个spotlight意思一样 它现在是无线照 所以我们待会就是这个 从这边出发 然后到物件的这个距离的两倍元 因为我们现在上市图嘛 所以就这样算就可以了 OK 那spotlight它是从侧面照过去 所以我们先从上市图这样算下来 就是从这里往下算 然后物件距离两倍元 OK 所以你现在好 突然你现在去执行这个end 对不对 突然 这个太远了 突然你把它往后缩 你看缩起来 大概像这样 把它退 因为我们当初不是做高度300吗 所以你要大概600以上 那我们大概做多少 突然我们大概给它700 enter有没有 那这样大家看得懂吗 这样的意思是说1嘛 对不对 那这里是1 就是1.0 就是100%的强度 你1.0就把它想象成100%就可以了 100% 然后撞到这个d的部分 大概是0.5 就50%的这个光的能量强度 也就是说从沙发的上缘 大概是0.6左右 对那这段会慢慢的衰减 慢慢的衰减 到这里呢 就是0.1 然后之后都是0了 OK 好 那就是那个单力方向衰减 好 那再次侧面的衰减 要把它晕开 把它拓生 所以侧面衰减要怎么做 大家回来看3D 因为我们现在存在的位置 是这个位置 OK 那我们希望能够往外扩张 所以你找一下 专属它的这个 这个Direct Light 就是平行光的这个阐述 你们看这里是不是有叫做 Directional Perimeter 你们看这个 对啊 就跟我们之前的设定面板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把它打开 加号打开 OK 打开之后 你们看有一个HOT跟FALL OFF 就跟我们这个SPA Light概念是一样 就一定会有主光跟衰减光 OK 那这个当初用40对80 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打这个Target Spot的时候 这样对 这样 就是这个聚光灯的时候 这边我们是用40 对啊 然后这一段的部分 我们是用80 所以它把它继承过来了 那我们现在统灯呢 统灯就给它涵盖范围 所以你先干嘛 先把这个80 你把往外扩 往外上 往外拉 大概涵盖整范围 你可以回到上次图 有没有 这个看不清楚就对 那如果你看不清楚 你回到这里 你看这个框的部分 有没有 大概给它做个250就够了 OK 好 那这个HOT SPOT 就是我们这个主光呢 一样还是维持40好了 OK 当然你可以给它扩大 扩大变成说这个范围是比较 比较亮 OK 好 那我做100好了 像这样OK 直接光照 然后这边呢就会慢慢的衰减 所以说它衰减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是侧面都会衰减 这边衰减 然后正方向也会衰减 OK 侧面跟正方向都会衰减 这样应该明白 所以我现在给它渲染 同样按这个渲染 Rending 选这里 同样按它 你看它算出来 就是会往这里慢慢扩扩散 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Direct Light的单一的按法 这样懂得意思吗 非常简单 如果说想要让它有气氛的话 你可以按这个颜色 所以我点这里 Color 就Intensity 的Modiple 旁边这个一辈 旁边这个点它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暖光好了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上材质 还没讲到材质 对不对 那么先给它暖光 像这样 按下OK 好 知道怎么调吗 先把主颜色调到黄跟红之间 因为你调黄色的话会偏绿 所以调到黄跟红之间 然后这地方大概一半就好了 不要太黄 按下OK 等下要渲染 我们再次 按这渲染 就调这种感觉 这样一颗 那等一下我们一样做 那个Spot Light的感觉 这个练习 就是我们给它平均四颗 大家试试看